菩萨天天在唤醒我们的意识 神事 菩萨在帮助我们寻找真正的自我 要放掉假我 寻求真我 放掉妄我 寻求实我 追求人间的实相 苦空无常 放弃假空 空相和幻相 因为我们拥有的肉体都是幻觉 到了百年之后 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这就是色 色即是空 真正拥有你神事的智慧 并拥有佛法的加持 才能看到真实的相 那就叫实相啊 今天给你们讲一句 叫什么 形生菠萝菠萝密多石 波若是什么 波若大家知道都叫智慧 对不对 但是人间的智慧它不能称为波若 因为波若它在经文上面 它已经远远超过人的智慧 它是拥有真正的佛的智慧 所以它是有境界的 它是一种超自然的智慧 所以含义不同 它就没有把波若直接翻译成智慧 否则叫行生智慧 波若密多石了 听得懂吗 所以你们经常讲 哎呦 这个人很有智慧 哎呦 那个人很有智慧 且慢 打住 那是人间的智慧 我们要学习菩萨无上正等正觉的智慧 所以波若已经上升到佛菩萨境界的智慧 所以波若是什么 就是彼岸 波若彼岸 密多是什么呢 不是蜂蜜多 密多就是离开远离或者到达了 就是我们离开了执着和染着的心 就是到达了 就是离开了凡城 所以波若密多就叫到达彼岸 心经当中说 行生波若波若密多石 实际上这句意思就是 一切为事所变 为事什么 就是说 你的意识在变化 所以你的一切 在人间 在你修行的路当中 你的意识 起变化了 所以 唯心所现 你的心 就会随着你的意识 而转变 一切都是在变化 这就是你的心 想什么 你的意念 才会显现什么 那么里边有一个波若波若密多石 石是什么 石就是石 时间 这个时间就是过去时 现在时 未来时 只三个时间 用这三个时间 用我们的般若 那就是金刚经当中讲的 过去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未来如果我们有波若 所以我们就会懂得 现在不可得 现在我们有波若 我们就会懂得 过去不可得 所以 所以内心天天在伤心流泪 回忆过去 想不通 想自杀 很难过的人 他们因为还在想得到过去 那么就离开了波若 所以 这个波若波若密多石 就是过去时 现在时 未来时都不可得 所以说 行生 波若密多密多石 学佛人 要懂得 去掉自己的妄念 存下 就是存在你心中的真诚 寻觅 与生俱来 本来就存在 以虚幻当中的本性 要跟着高僧大德学 深不可测 用无止境的佛法 减少人间的欲望 慢慢地 用自己的定力 去除欲望 叫去假存真 大家明白了吗 走正确的人生路 走回天上的路 走回我们至上最深的源头 佛缘 就是你来人间的目的 呀 呀 谢收看 中文字幕——YK